第四章 第二节 一 微操作 上次课我们将实现加法 load 死到 条件分支等指令的数据通路合并在一起 得到了一个基本的MIPS处理器数据通路 但我们并没有介绍 这个数据通路是怎样设计出来的 这个数据通路是怎样设计出来的 这节课就先来看看这个问题 观察这个数据通路可以发现 这个数据通路实现了一些基本的数据传输和处理操作 比如访问存储器 访问寄存器 LU运算等 我们用红色虚线框出了部分基本操作 每个基本操作都会将数据从寄存器传送给 每个功能单元 并进行一定的处理 如果产生了新的结果 还要将这个结果保存在寄存器中 每条指令的功能都是这些基本操作 按照一定顺序组合在一起来实现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基本操作 第一个基本操作是 读取某一 主存单元的内容并将其装入某个寄存器 比如每条指令的取纸操作 漏的指令的仿存操作都是这一类基本操作 第二个基本操作是 把一个数据从某个寄存器存入给定的主存单元中 就是写存储器的操作 比如STOR指令的仿存操作就是这一个 第三个基本操作是 把一个数据从某个寄存器送到另一个寄存器 或者ALU 比如指令一码时读寄存器 加法指令 漏的指令的结果写回等 都属于这个基本操作 第四个基本操作是 进行某种算术或者逻辑运算 将结果送入某个寄存器 比如指令在ALU单元上进行的运算 都属于这一种 但是多种指令呢 会在ALU上进行加法运算 可它们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比如加法指令 是求和 LOD STOR指令 计算的是仿存地址 条件分支指令 计算的是分支转移成功时候的目标地址 每个基本操作的执行时间 都是一个机器周期 那么这样 一条指令的指令周期 就会由多个机器周期组成 比如在我们的基本MIPS数据通路里面 每条指令的指令周期 都会有取指令 指令易码 执行 仿存 还有结果写回 这样几个不同的机器周期组成 对于这些指令来说 它们的取指令周期都是完全一样的 在这个数据通路里面 每条指令都有一个机器周期完成取指 称作取指周期 还有多个机器周期完成指令的功能 称作执行周期 所有指令的取指周期都是相同的 但是不同指令的执行周期可能不一样 例如漏的指令的执行周期就需要四个机器周期 加法 STALL和条件分支指令的执行周期呢 都只有三个机器周期 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些基本操作就叫做V操作 V操作的功能可以由寄存器传输语言RTL来描述 比如我们用R方括号里面一个小R 表示寄存器R的内容 用大写的M方括号里面ADDR 表示地址为ADDR的那个存储单元的内容 用向左的箭头表示数据传送 箭头的右边是原寄存器 箭头的左边是目的寄存器 用大写的PC表示程序技术器的值 也就是当前正在执行的那条指令的地址 用大写的OP方括号里面一个DATA 表示对DATA进行某种操作 操作的类型由OP来指定 这就是一些基本的关于寄存器传输语言的约定 另外我们观察刚才的那个基本MIPS数据通路 我们还会发现同一个功能单元可能会完成多个微操作 比如寄存器就可以进行读寄存器或者写寄存器 两种不同的操作 读寄存器发生在指令一码 准备操作术这个机器周期 而写寄存器发生在结果写回这个机器周期 为了区分这样两个微操作 我们需要给寄存器单元加上一个额外的控制信号 就是REGWR 由这个信号来表示 对寄存器是进行读操作还是写操作 类似的 存储器也可能完成读和写这两个操作 读存储器的操作会发生在取指这个机器周期 或者漏的指令仿存这个周期 而写寄存器的操作会发生在STAR指令仿存这样一个机器周期 为了区分到底对存储器进行读还是写操作 我们需要一个MAMWR这样的一个控制信号 AORO单元所要完成的操作更多一些 比如加减这样的算术运算 还有一些逻辑运算 那么它也需要一个额外的控制信号 叫做ALUCTR 那么具体这个信号的位数呢 是由ALU单元能够完成的操作数量所决定 另外在基本MIPS数据通路里面 还有一些多路选择器 它们在多个不同的输入里面选择出一个作为输出 比如左边这个多路选择器 就在两个寄存器 RD和RT里面挑选一个作为结果写回时的目的寄存器 所以它需要一个控制信号 叫做REGDST 而右边这个多路选择器 是在两个输入里面选择出一个作为ALU单元的一个输入 也就是ALU单元的一个原操作数 所以它也有专门的控制信号 ALU SRC 可以说控制信号表明了功能单元这个时候正在进行 或者将要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微操作 那么这样综合前面我们所讨论的内容 我们会得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 一条指令由哪些微操作组成 第二个 一条指令是按照怎样的顺序来完成这些微操作的 第三个 一个功能单元能够执行哪些微操作 第四个 在某个机器周期功能单元应该会执行哪个微操作 这四个问题呢 实际上是反映了数据通路设计和控制器设计 这两个不同的问题 前两个问题表示数据通路设计 而后两个问题反映了怎么样去设计一个控制器 那么数据通路的设计呢 我们上节课已经讨论过了 而控制器的设计呢 实际上可以把它归结为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为不同类型的指令 生成每个周期所需要的控制信号 再次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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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设计划